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王老师您说这是什么规格 他是在中国下半级 不是 我说他是元首 是现任的外国的元首 所以中国我那么理解 给他的规格是 我们元首就按元首来对待 总理就是叫政府首脑 就是按政府首脑来对待 所以实际是按元首的规格 西哈努克亲王 这是咱们这一段什么样的记忆 是 一个时代的气息就飘过来 对了 这跟咱们联系 我觉得这是一个 他们那个时候 所以电影界也应该怀念他 说是他曾经是中国最红的电影明星 60年代 尤其是文革当中 那时候呢 看在这个新闻纪录片里 没错 就西哈努克的分量占得非常的大 对 还有他去钓鱼 什么看 看鱼 好像还有一个专门的电影 西哈努克是在这个中国的南方的几个省 没错 参观访问 反正用个什么名义 这个为什么说他是那个时候的影帝 那个时候中国的荧幕上 没有人风头盖得过他 为什么呢 这里边有一个计较 就说那个时候流行一句话叫什么 中国电影新闻简报 越南电影飞机大炮 朝鲜电影哭哭笑笑 说什么阿尔巴尼亚电影是搂搂抱抱 就说文革初起的时候 大部分故事片的都当成大毒草 什么不能上映 所以那个我还记得小的时候 我们看电影院 就是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 拍的新闻简报 而这个新闻简报里边 它的出镜率是极其之高 而且它特别特别 就像我们当年那时候看那新闻简报里 比如说看到刘少奇和王光美去访问 哪儿印尼还是哪儿 大家都注意了王光美的打扮 戴了项链 然后穿的那种像旗袍 因为只有出国你才能穿这种衣服 把腰身显出来 那么西哈努克亲王不只是 有这种国王的这种腹态仪表 这种很有风度 有个绅士的样子 而且还有一位美丽的夫人 你说 莫尼克夫人 我打听到八卦呀 对 莫尼克夫人呢 曾经跟我们王老师跳过舞啊 是不是 你 是这样子啊 那个就是我在文化部上班期间吧 当时我们常常就在春节左右的时候 有我 还有卫生部长陈敏章 广播影视部长 爱之声 有我们仨人吧 给参加西哈努克在春节期间举行的一个晚会 我是估计柬埔寨也有春节 因为他们都是非常受这个中国文化的影响 稻米文化 什么筷子文化 每次在这个舞会上呢 就都必须跳舞 那真是跳的我一身大汗 比兽刑我还 跳的什么舞 就是交集舞 交集舞 但是呢 这个我要说 就是能够达到 就是女方啊 能够像莫尼克这样跳舞的 我没有见过 我那腿啊都已经半蒜了 都快成屎半了 都快成摔跤了 但是他该怎么过来就怎么过来 就你就 如 如无一般 如无人之景 如无无人之景 就和你 前面没有一个人 我要换任何别的这个女生啊 人家都得给我推在里边去 说你干嘛呢 要想打架是吗 而且说您 您的那个夫人 就崔老师还和 和西哈努克 和西哈努克 但是他跳的机会 没有我跟这个 这个公主跳的机会多 就说王老师夫妇 跟西哈努克 亲王夫妇交叉 换舞 但是你为什么呢 亲王他更喜欢的 是唱这个伴奏舞曲的歌曲 还拿一个麦克风 唱唱唱唱 然后那个具体的做工作人员就宣布 这舞会到此结束 这个时候呢 西哈努克 把他扒到这边 现在还要 底下还有三个曲子 然后他还要唱三个歌 真是 真是一个好亲王 他脾气太好了 这人 是 我们永远看到他呀 你就不知道他不像是什么模样 对 他永远是 像咪咪的 像咪咪 真是 而且我觉得他这个 你看 这么小一个国家的一个国王 和世界上那么多的大国 大交道 对 然后不失他的尊严 他的身份 而且得到了这么多大国的 不论是西方的 还是中国的亲王的好感和重视 是 这很很少见的 有的时候一个小地方 就是出了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人物 然后 对 就影响了他那个那个地方的命运 你看他本来他其实是一个花花公子 结过六次婚 有各种各样的嗜好 我听说挺风流的 很风流的 然后呢 他按说就是就做个太平国王 偏偏生在乱世 加在各种大国 你看冷战时期 那时候在越南 中国 苏联 美国 而且之前还有法国 法国执迷和越南 然后越南和柬埔寨 又有一种这种大小国之间的关系 他要权衡这么多的各种势力 你要左的右的强的什么 然后他能把这个周旋的还不错 他曾经是好像是想保持中立 当然到后来就是 我觉得他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就政变了 最后这个他还是就住在中国了 就整个这个红色高棉起来之后 他就被劫持了 已经完全超出了 他已经是政治智慧和技术 非常高超的一个人了 他就在中国住的时候 每隔那么两三年 中方安排一次 他作为外国元首的一次正式的接待 就完全按这个 虽然他人并没有走 但是按来访来接待 我当过他正式来访时候的陪同团长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到各处去 谈话非常多 有几个事我非常感动 一个是他说 他这个就是金边太平期间 他把他的这个 咱们说就是工人了 说下人了 就是什么厨子、花匠、司机、清洁工、管工 他组织一个篮球队 每天还训练 然后他给各大使馆发邀请 要求大使馆派篮球队来进行友谊赛 而且他胜的时候多 因为他们这个里头有些工人 可能身体好一点 大使馆的外邮官临时凑几个打篮球的 打不过工人阶级 不一定打不过工人阶级 还有一个他跟我说 他说他原来英语并不好 他学的是法语 英语当然人家有基础了 他说就是因为被这个朗诺 施里马达那个时期 把他推翻了 推翻了 他就要经常和各国记者见面 他发现英语的使用的范围 比这个法语 好像就是特别用途大 说他是后学的英语 现在但是参加各种 跟记者见面的机会 他都是直接用英语 谈他个人的政治观点 我就咱们这个不了解他的人 中外观人桥那个时候 老百姓老看他 就总觉得西哈努克亲王 是中国的一玩家 他就是全国各地 看看玩玩喝喝茶吃吃饭 就是甚至我曾经有一个误解 就是说他是不是在国内的政治上 他是比较失忆了 当然他是失忆 他这辈子到底是 你看他一上来 是美国支持的 如果我记得不错的话 叫做朗诺施里马达 当时他正在法国 他正在苏联访问 然后苏联是他临走的时候 苏联上飞机了 苏联告诉他 说你已经被退翻了 那一次 被废除了 柬埔寨国民议会 他们在美国支持下 就把他废除了 苏联的意思就是 我把你轻走了 没我的事了 但是我把消息告诉你了 我不早告诉你 早告诉你 你回头不走了 但是中国的态度 就是我们还当 我们承认的 你仍然是坚不斋的 我记得好像是周总理 特地带了很多官员 去机场 42国还是41国的外交使言 一起到机场去迎接 而且说亲王 我们永远承认你 就说这个在飞机上 这个西哈努克 是痛哭失声 因为失去国家了 我不知道 也许是夸张 反正他就是从此 可能我觉得 这是患难之交吧 实际上 他不是光在这玩 他面临的任务非常复杂 因为在朗诺 施里马达并没有站住 被红色高棉退翻了 然后又由越南的势力 把红色高棉挤在一边去了 红色高棉可能当时受中国的影响 对西哈努克口头上没有否定 但是据说跟西哈努克实际也有很多摩擦 好像实际上就把他软禁在王宫里 他没有任何实权 而且他下面的好像五个 西哈努克的好像五个儿子还是六个儿子都被 就是各种各样的原因都杀害了 他跟红色高棉的那种完全是一种政治结盟 我印象里就是说他之前本来没有被推翻之前 后来是因为越南的势力进去 越南又是亲苏的 所以这里头还是有很多政治的问题 他和中国也不是一见斗一致 他常常宣布他辞去了亲王的职务 亲王还能辞呢 这个外交部的人都告诉过我 因为他那个钓鱼台呀 他有一个有一个经常踏实 对他曾经住在钓鱼台 说他们外交部的人呢已经都非常习惯了 说到那看 说那挂着柬埔寨的王国的国旗 证明他没辞去 有时候远远的去 没国旗了 他辞去了 今天辞了 辞去了呢 咱们从咱们这儿来说 咱们也不动声色 该说什么说什么 然后是人家柬埔寨那边的 人家有一些什么乔森叛 你还记得吗 对对对 还有什么老窝的是那 那是那宾弩是 宾弩 是那脖子脖子歪的那个 是是是 是是是 是是 个儿挺高的那个 就像脖子歪的 宾弩 宾亲王 他是柬埔寨的还是老窝的 想不起来了 反正就是他们之间的 有时候比如又达成某种一致了 他就宣布恢复复位 他继续就是继续还当 愿意当这个愿手 抵抗越南势力的一个愿手 顶酒运古坊 配桃花春泉 采无极之水 汇圆酒精华 年份软浆 五井共酒 北京现在这个友谊宾馆呢 曾经就是柬埔寨的流亡政府 不能叫流亡政府啊 曾经叫做他们的一个抵抗政府 反对政府 民族什么团队 那个时候说周总理周恩来迎接他 说我们成永远承认 你是坚不在国家元首 然后听说那俩人 钻小胶车里 就是周恩来就问他 就说我亲王 我只有一个问题 你要不要斗争 因为那个时候反美嘛 对对 罢处他的那些势力 是在美国支持下 他说我坚决斗争 然后这样说 中国支持你 甚至呢 给你的这个反对政府啊 找一个办公的地方 就是咱们的友谊宾馆 他就车呀 什么都配给他用 有这么一段 我印象还挺深呢 就是他 他得到中国领导人的 特别的这种友善的对待 好感 其中有一个情节 我印象非常深 就是文革前夕 那应该是文革前 我觉得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苏联和英美啊 三国定立了核进式 禁止实验 核实验条约 这个中国非常的愤怒 因为中国当时正在研制原子弹 你禁止实验就等于 把我们给建了 就把我们卖了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们这个中国就坚决反对 就是绝对 而且在某种意义上 以这个划线 你对核进式条约什么态度 甭管你是西欧的共产党 还是东欧的共产党 你对核进式 你要是支持苏联的那一套 你就 咱们就掰 当时有这么一个情况 而这个时候呢 西安鲁克他表了一个态 他说没有那个意思吧 没有人认为 我那柬埔寨有可能制原子弹 我也不认为 这非得原子弹 能把我们柬埔寨灭了 你那个来几个大炮 哪个机关枪都能 就也给我们的那个 对我个人的后果 和一个原子弹是一样的 所以你们拉着我去签这名啊 我不签这次 我不进式 我上哪进式去 进式对我有什么意义啊 他是从这个角度 可是从这个角度 中国太高兴了 帮了无形中帮了中国呀 帮中国帮忙了 要不然的话你看 当时印度可不是 现在印度也搞核武器了 没错 都在那支持苏联 而且认为是赫鲁晓夫的一个成绩 对 而且那个时候在联合国大会啊 就指柬埔寨帮中国说话 对啊 是把蒋介石赶走 让中国进来 那个时候 柬埔寨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 凤凤凤的一个节目 对柬埔寨的一个访问 就是西哈努克强调 中国人是我的朋友 说你说别的都不准确 是朋友 毛泽东是我的朋友 支持我 邓小平支持我 周恩来支持我 江泽民支持我 他一直提到李鹏支持我 我认为他说的朋友比较准确 因为别的你还不好说 你说你中国跟他不是结盟关系啊 也没有这个什么军事 你也不能说 这个是中国的军事上的 或者一个什么棋子 或者中国要给这个 被蒋介石赶利用 做军事上的有什么用处 你不可能的 你贸易上 你也没那么大的关系 而且从 其实从价值观 就是从意识形态上 也不一致 他是一个所谓封建帝王 中国应该是和比如说 对和这个红色高棉 这一致的 就是说应该是推翻反封建的 这两个人走得这么近 这个听说 周总理还专门拿出来说 说一个国家 他是不是受到人民的拥护 并不取决于 他是君主制还是共和制 这个西汉国爱听 西汉努克当时就表示 而且还引用 周恩来总理说了 这个是不是君主制 没有 那意思 没关系 你们管不着 那意思 而且这个西汉努克听说 跟这个毛泽东啊 还有这么一段对话 就是毛主席跟他说 说亲王你看 你这个人很有意思 就说你是亲王 你的祖上呢 都是国王 但是你对我们这个 共产主义啊 感兴趣 然后西汉努克就说 说对不起主席 我呀一点都不懂共产主义 他说呢 我是尊重中国 我是尊重您 实际上呢 共产主义的书 我都没看过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 我也没看过 说实话 您的书 我都没看过 但是我是尊重您 我还不知道这段 要这段 这个人家智慧的 也不得了了 这有这么一个传说 有这么一个 不过咱们可以看看 当年的新闻简报 西汉努克的英荣笑貌 1956年2月24日 西汉努克首次访问中国 当时两国还没有外交关系 周恩来认为 做好柬埔寨的工作 有重要战略意义 西汉努克在中国受到热情接待 1970年春天 柬埔寨国内已化生亲美政变 政变后上台的朗诺 不让西汉努克回国 周恩来对西汉努克说 请你暂时把中国 当作你第二个家吧 西汉努克在中国 仍享受国家元首待遇 传厂千年酿造工艺 历经天宝肚藏 红花国色 将相典范 红花狼 核心科技就在格力 格力变频技术 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让节能舒适 一路领先 一赫兹好变频 格力掌握核心科技 张老师那阵 你们叫红小兵还是叫什么的 红小兵 对70年代 就是很多 尤其是北京 新孩子啊 我就发现就比我在岁数大点的 他们都参加过 载歌载舞 欢迎西汉努克 对对对 我也参加过 你也参加过是吧 对 说是有个女同学 要求必须穿花裙子 那个时候还没有 说家里一条床单 拿了为人 也挺好看 像缅甸那种裙子 杀利 不是他把那花床单一剪成 一个不是就捅裙吗 那种 就说起西汉努克 跟咱们就感觉 不是外人的这么一个人 没错 你说的太对了 这西汉努克去世啊 跟任何一个国家的政要去世 或者大人物去世都不一样 因为我觉得西汉努克是毛泽东时代 现在剩下的最后一个活人 最后一个符号 最后一个活人 当然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好朋友 是一个可尊敬的一个柬埔寨的 也不是现任的国家元首 他是太上皇了 因为那个现任是他那个西哈莫尼 所以他是这个是援引就是太上皇 但是好像就是因为他我们对整个这个国家都有一种很特别的亲近的感觉 你看我在2000年就是在那个世纪末到21世纪那天我在金边 正好和我和三个美国朋友一起在那玩 可是我脑子里想的一去他那个金边的那个就是他那个王宫真是金碧辉煌的感觉 可是整个的这个国家呢 因为经历了这么多的东西 因为我们还去看他那个就是杀人帝 就是红色高棉 他死了170万呢 比例在这么一个小国的比例非常高 非常惨痛的记忆 然后这个新的政权呢 好像也没有完全把过去那个历史的 就是没有一个全国性的一个和解 什么就是这种真相和解 而那个时候西哈努克呢 好像已经就是退处在半退隐状态 我觉得2000年他可能还在那个皇宫 后来才生病才到北京来了吗 但是我的感觉就这个国家在当时 这空气里边都有一种那种悲伤的气息 你知道他好像很厌很克制的 没有那种就是哭天抢地 大家在新世纪的时候还在庆祝 我印象里那广场还有很多那种游戏啊 卖堂的什么 然后可是你就感觉到 好像就是这国家转了一大圈 有这么多的历史伤口 又回到了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境地 你知道就是我们去看那个渔村 还是那么的贫穷 就在生活在河上 同时这种大的资本的东西也进来了 有五星级的酒店 然后这个皇宫好像就是在一个 又在中心又在一个历史的 一个角落里边的一个见证就立在那 就感觉有一种特别的时空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西安楼贯 文明启事度